上星期六,一名男子去到青衣警署報案 指爸爸經港珠澳大橋前往澳門後失去聯絡 警方一度將案件列作失蹤人口案處理 這個消息一出,反對派一年幾天瘋狂炒作 以送中陷阱抹黑大橋的過關安排 身為立法會前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的 令民主黨資深黨員陶景新更危言聳聽,唯恐天下不亂 這名所謂失聯男子原來是走私集團的重要成員 涉及2012年8月一宗粵港兩地貨車司機走私手機案 他潛逃長達7年,一直被內地通緝 適逢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星期三至五 將會去到澳門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週年大會 珠海市公安局至今月10日開始 在港珠澳大橋東人宮島設立安全檢查站 對香港經大橋入境澳門和珠海人士進行安全檢查 多日來已查獲多名內地警方通緝的在逃疑犯 香港警方星期一表示 下午接獲內地通報得知一名香港男子 因涉嫌走私罪被內地執法機關扣留 港珠澳大橋東人宮島屬於內地的範圍 根據屬地原則,國家行使司法權絕對合法合理 那名53歲勝中的通緝犯,上星期五下午 乘坐金巴去到澳門 在東人宮島的例行檢查被邊檢民警推捕 可謂自投羅網